今日訊息是說到 中芯都是喜樂的 有一天我們都會交仗 在《馬太福音》25章有兩個比喻 第二和第三個比喻 說到有三個仆人 一個五千 一個二千 一個一千兩銀子 然後主人離開一段時間 離開之後主人會回來 回來後就跟他們算帳 在神面前搖 很多人看這些經文就覺得 好像跟我沒什麼關係 其實我們真的需要在神面前交仗 每一個信耶穌的人 我們得救本乎因 藉著信 是因典來的 不是靠行為 但當我們信靠耶穌的時候 必定有果子的 生命一定有果子 有從神而來的平安喜樂力量 生命會改變 也會有愛主的心 願意給神使用的心 當我們這樣被神使用的時候 神就會喜悅 但有些人說 我不做到傳道人 我又不做到教主學 我又不做到其他宣教 有些人覺得我做不到這樣的教導 就覺得我不是我侍奉神 但其實侍奉神是由最少開始的 你關心人 幫助人 為人討告 幫助他們跟神的關係更加好 這個已經是侍奉神的 所以不要覺得一定要在教會 有一個很重要的職份才是侍奉神的 在聖經裡面說到 忠心的人在侍奉和交障的時候 都是喜樂的 都是開心的 有一天我們作供的果效會脫著我們 這個圖片就是很漂亮的婚紗 一直跟著它 而有一天我們所有作供的果效都跟著我們 就是你曾經幫助的人 耶穌說就算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一個熟基督的人 都不能不得賞賜 所以我們的侍奉神是一定喜悅的 神一定是紀念的 永遠賞賜的 所以是蒙福的 首先我們明白一點就是 末日快度 這個不是預言 而是一個我們看到現象 因為聖經有說到在末後有什麼發生的 其中就是很多天氣的改變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 剛剛也有說到 新聞也有說到 有洪水 我們香港下雨那麼厲害 其他地方也更加厲害 除了在中國下雨 因為我幫助非洲很多地方 我直播給他們去訓練他們 他們那裡都說洪水很厲害 就是把他們很多東西沖走 那些屋子其實很困難 在這個時候越來越困難 這個天氣只會越來越變差 雖然人嘗試了一些改變 但是其實那些改變是不足夠的 你想像一下到十年之後會怎樣 我們有時看新聞會說 現在是百年一遇的洪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不過每年都一遇 不是百年一遇 是每年都有的 或者每年都多次有這些災難 就讓我們看到 這個真是接近末期 因為很難想像過了十年二十年 三十年四十年 那個情況會有多嚴重 耶穌要快樂回來 和天氣這麼熱 冰雹這麼嚴重 很多地方的洪水都是很嚴重的 聖經有說到熱死人 即是聖經有說到 現在都熱死人了 不過這個熱只會熱來熱緊要 所以我們很難想像這個世界有多長的時間 即是說我們很可能我們在座的 都會見到耶穌回來 我們需要預備好 迎見耶穌 也都將福音傳給更多的人 因為很多地方的人 都是需要這個福音的 聖經也都說到 因海中的波浪 響聲的人就方方不定了 就是這個 我們以前在耶穌的時代 真的沒有什麼海嘯的 在我們小時候都沒有聽到海嘯 但是現在很多時候都會有海嘯 就是近期這些天氣的改變 和地震的改變 還有世界很多地方都可能發生戰爭 隨時都可以發生 其實現在都正在發生 很多國家對立 那個情況比以前嚴重很多 隨時一爆發戰爭 和一用核武的時候 我們都很難想像 後果會是怎樣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危機意識 我們這個世界是會改變的 這個世界不是永存的 我們有一天面對耶穌回來的 第二個要點就是當主耶穌回來的時候 我們需要向他交仗 這個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和這個又惡又懶的僕人 都要一起去面對我們的主 我們得救是本乎因直著信 很重要的 千萬不要以為要靠行為得救 不是 是悔改信耶穌得救 但是得救之後一定有果子 一定有生命的果子 而聖經講到審判的時候 是按照行為的 這件事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聖經講到審判的經文 都是講到行為的 聖經沒有說到 你相信耶穌可以入天堂 但是聖經很清楚講到 大家看到馬太十六章二十七節 人子在他父的榮耀 和他眾天使降臨的時候 他要照各人的行為 報應各人 是照我們的行為 臨後五章十節 我們在基督台前顯露 叫我們按著我們所行的 來得或善或惡受報 然後約翰福音五章二十九節 行善的復活得生 作惡的復活定罪 都是講到 我們將來審判的時候 是按照我們的行為 有沒有親近神 有沒有遵從神 按照聖經的方式 聖經講的行善 不是給錢黑衣 因為聖經在馬太福音第九章四十一節 那裡講到 凡你熟基督把那杯水給你喝 他不能不得賞賜 原來就是做在基督徒身上 或者做在不信的人身上 想帶他去信耶穌 即是說跟福音有關係 即是我們的侍奉神紀念 就是跟福音有關係 我們的見證也是 即是我們作好見證 但我們作好見證 不只是行為 有些人說我的行為挺好 我們一定要開口說耶穌 你只是做好人 不是神紀念 神紀念你做好人 然後你見證耶穌 這些有一天就會在神面前交賬 即是說我們的行為 即是我們審判是按照行為的 在馬太二五章十四節 這裡講到這個家主 將五千、二千、一千兩銀子 就交給那三個仆人 然後他回來 過了很久之後回來 就要跟他算賬 這句話大家會否認真去看呢 真是會算賬 你一想回的時候 你的生命是怎樣 我不想大家害怕 我想告訴大家 耶穌說到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字 都不能不得賞字 所以是可以開心侍奉神的 這一點很重要 任何你為耶穌所做的小事 是真的為耶穌做的 耶穌都會歡喜的 這一點是令到我們開心的 你關心人 神是歡喜的 你鼓勵人 你見到人有需要 你關心他 你為他祷告 幫助他的靈命 耶穌是歡喜的 不要覺得 是要大事才神紀念 是神祝福任何人的 還有稍後我會有兩位姐妹分享 為何我請他們來分享呢 因為他們本身的生命都有很多問題 都很破碎 有些人覺得我生命問題有破碎 我怎可以侍奉神呢 他們就是怎樣來到我們當中 我們訓練他 輔導他 幫他生命得醫治 得改變 然後訓練他們 他們兩個都被神使用 而他們兩個的學識都不是高的 所以大家明白一點 就是不是一定要最厲害的人 任何一個 五千、二千、一千兩銀子 你說我只有一千 你一千用 耶穌一樣是歡喜的 耶穌一樣是賞賜的 而在馬太二五章二十節 那裡開始說到 就是你在五千的賺了五千回來 耶穌說了一句說很特別 祂說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去的事派你管理 你可以盡量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那我就在想 為何五千賺了五千那個最好的 為何是不多的事上 有一陣子 當我聽聖經 因為我很多時候 因為我聽聖經 因為我在網上聽 有些的教導 或者聽一些知識 因為我在各方面都有各方面的知識 忽然間這句說話 其實我看過很多次 為何在他講不多的事上 神就給我一個意念 就是基督徒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一日之間 有多少時間是榮耀神 是去將耶穌告訴別人 或者我們親近神得力 就是在我們的生命中 來敬拜神 我們到底有多少時間和神相連 我就想到其實很多人 在一日之間 是有很少時間和神相連的 那神就給我這個意念 我盡量 全日都盡量與神相連 包括我在講 我心裡一直想著神 其實我們喜悦神 以神為樂 已經是侍奉神的 已經是討神喜悦的 聖經講到 以耶穌為樂 神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 以耶穌為樂 神就叫你提升 叫你成家地的高處 就是說原來我們以神為樂 神這麼好 神創造這麼好 我們就歡喜快樂 因為歡喜快樂 我們生命就會改變 就會影響人 這也是侍奉來的 我們的生命時事有喜樂 也都將耶穌告訴別人 神就提醒我 就是一天 不要只是少許時間想到神 一天由早到晚 我就算做其他事情 我洗碗 我又可以讚美神 或者我看一些資料 我一邊預備講章 我一邊亨詩歌 或者一邊聽詩歌 一邊讚美神 我心經常都跟神相連 如果你和我一起 你會留意很多事 我們就說讚美天父 多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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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時候稱讚神 也更多時候榮耀神 能夠更多 有一天我去到耶穌 那裡 耶穌不會跟我說 你現在很多很多事上 是中心 神說你比以前多了 我已經很開心 比以前多了 因為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的 我們追求的是更多的事上 中心 大家會不會這樣想 希望我在更多的事上中心 但是有頗多基督徒 對於神的事是不太關心的 就好像放下不太理會的 我希望大家真的以神的事為念 然後這個惡仆人 他就將那一千兩銀子埋藏了 埋藏了之後 他們又惡又懶的仆人 這個人就很慘 去到外面黑暗那裡 要哀哭徹齒 有些人解經錯誤解釋 因為他說 有天堂有地獄 還有一個哀哭徹齒的地方 就是那些不聽話的基督徒 去那裡哀哭徹齒 但聖經不是這樣說的 聖經其實是第三個比喻 講到綿羊山羊的比喻 山羊去哪裡 就是要進入為魔鬼和他使者所預備的永火 所以不中心的 就是完全是零中心 零完全一點都沒有的 生命完全一點都沒有改變 沒有被神改變 一點都沒有榮耀神 一點都沒有幫助人去認識神 這樣的時候 它是靈的改變的時候 它是進入這個外面黑暗裡面 是一個不得救的地方 譬如下面的經文 也有第三個比喻 就是講到人子在他榮耀中降臨的時候 將萬民 所有人聚集在他面前 就好像綿羊山羊 聚集在他面前 而那些綿羊 他們忠心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這些人就要進入 從創世以來為你預備的國 這就是非常美好的恩典 這幅圖就講到 這一邊就很開心了 另外一邊當耶穌回來 哀哭切齒就很害怕了 這個哀哭切齒就是 真的永遠進入地獄 是很淒涼的 所以你時時都跟耶穌說 神,我有罪,求你赦免我 我有罪,我得罪你,得罪人 求你赦免我 有這個悔改的心 其實我自己來說 我是很透徹處理生命的 我任何不好的地方我都盡量處理 但是我會知道總有地方脱漏 所以我總是會跟神說 神,求你赦免我的罪 我現在做得不夠好的地方,求主赦免 因為我們就算是侍奉神 很多時候都會有擔心 有不耐煩 都會有缺乏信心 這些都是罪 凡不出於信心就是罪 所以你就是神,求你赦免我 求主耶穌的救恩臨到我身上 拯救我的靈魂 也改變我的生命 讓我時事親近神 時事讚美神 其實現在網上有很多敬拜的詩歌 你網上找敬拜詩歌 有國語的 有廣東話的 很多的 有英文的 你用那些詩歌 讚美神都會改變我們的生命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是一個忠心 有良善的仆人 有良善就是 對人的柔和 謙卑有愛心的 然後忠心 忠心 遵從神 做神所吩咐的事 神為我預備的國 那時候真是開心到不得了 我們那時候才知道 很多人才知道 原來天堂這麼好 原來天堂這麼充滿愛 早知道我多說些給別人聽 多說些給別人聽 原來天堂這麼好 我想告訴大家 在YouTube 你想找那些人曾經去過天堂 有很多 為何會有這些人呢 因為現在很多急救 很多人死過 急救 那些醫生以為 他救回來 就會是 沒有知覺的 死的時候沒有知覺 他說不是的 我聽到你說什麼 我到處見到什麼 也有些基督徒去到天堂 見到耶穌 他說那些愛是大到不得了的 有一個人說 沒有人能夠預備好見耶穌 因為不知道原來耶穌這麼充滿愛 在那時候我們就會真的說 原來神是這麼有恩充 這麼慈愛 早知道我告訴更多人聽 我希望大家都是時時這樣做 你越親近神 你就越多東西可以分享 在我來說 我有很多很多的見證 你在網上找耶穌斯 你看到我很多的影片 很多見證 因為我時時都幫人 也因為我網上的見證 很多人都時時看我的影片 回應我 這兩位姐妹和我們教會的人 我都幫他放一些影片 他的見證 放在YouTube上 可以去祝福人 這都是我們的侍奉之一 這些就是進入神為他預備的國 做在最少的弟兄身上 原來你幫助任何一個人 鼓勵任何一個人 神都紀念的 真的很划算 有很多人做很多事情 我用一個例子 你幫你的家人煮飯 煮了很多年 這都是好的 你都是榮耀神的 不過你在他身上 得到的回報可能很少 他未必很欣賞你的 但你做在耶穌身上 一件小的事 你接待一個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賞賜 接待二人必得二人所得的賞賜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 只把一杯涼水吸著小子裡的一個渴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耶穌就說你做在我身上 我不會不記得的 但你做在有些人身上 他很多時候不記得的 好了 但是另外有一批 就很淒涼了 這批 你看到聖經講到什麼 進窄門的人是少的 進闊門的人是很多的 這些人是什麼 他們是沒有信主 他們也是沒有做在主的 遞影身上禮 兩種的 一種是沒有信耶穌 這樣就不得救了 第二種是他信耶穌 但他沒有改變 他沒有做在主的遞影身上 他就沒有做在耶穌身上 沒有去侍奉神 這個侍奉可以是很微小的 任何地方 當你有這個熟練生命 你就想祝福人 這個已經是侍奉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爭取機會 去侍奉神 沒有做在主的遞影身上 是怎樣呢 是要進入永營 進入為魔鬼和他使者 所預備的永火裡面 是很淒涼的 真的很淒涼 所以我們都不希望 基督徒是這樣的 但耶穌一早說了 當那天必有許多人跌倒 並且要被之陷害 被之恨戶 這是馬達福音24章說的 他會跌倒 即是他以前是信耶穌的 並且他會陷害 彼此陷害、彼此恨戶 你看馬達福音24章 看到講耶穌回來 他還說 那時候哪有許多人跌倒 跌倒即是他本來是屬於耶穌的 然後他跌倒之後還陷害基督徒 因為在那時候 基督徒 即是我們不能夠買賣食物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如果要買賣食物 一定要拜壽 就是敵基督和壽的印記 如果不是 不能夠買賣食物 所以基督徒那時候 只能夠做的就是依靠神 全然依靠神 好像摩西上西纳山 不用吃東西的 四十就贏 也都可以好像耶穌分餅給門徒 也都可以把石頭變餅 到那時候你信靠神 神會保守 基督徒不會全部死光 神是會祝福的 但有很多人很害怕 他就跌倒了 所以這個需要預備好 我們的生命和神有這個連結 你和神有連結的時候 你就有力量 不同的神連結是沒有力量的 很多基督徒 所以耶穌沒有什麼力量 為什麼呢? 他祈禱只是給一個清單耶穌 麻煩你給我一點錢 給我一份工 給我老婆 給我老公 給我生兒子 只是清單 和耶穌的關係不深 如果你和父母經常說 麻煩你給我一點錢 麻煩你和我找個老婆 你和父母這樣說 你和父母的關係不深 但你去多謝你父母 去關心他 去祝福他 令他開心 這個就是建立關係 我們和神都是一樣的 我希望大家都是做神所歡喜的事 神歡喜 他什麼恩典都給你 真的我一生經歷很多神的恩典 很多很多的禮物 其實我年齡不小 我已經七十二歲 但我不停止侍奉的 我剛剛去完宣教回來的 我帶他們兩個 還有其他人一起去 我們是興起人去侍奉神的 我永遠都不想停止 直到我死了一分鐘 有人來找我 我都會祝福他 我能夠開設 我會祝福他 即是在任何時間 我都打算榮耀神 祝福人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個心 你有這個生命 你時時感謝神 神的同在 他的平安喜樂就改變你 你就有力量了 然後耶穌是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 祂賜給我們動力能力去遵從和侍奉神 凡是真心侍奉神的 遵從神的 生命都會被提升的 你不親近神一定不會被提升的 這裡是聖經講的 這些全部是聖經講的 當我們悔改親近神 神又如何呢 天上為我們歡喜 聖經已經說了 所以我們一悔改 神就歡喜了 然後我們一親近神 神又親近我們 祂就叫我們多結果子 以神為樂 神就叫我們成家地的高處 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是聖經已經說了 所以教徒是可以得力的 當我們親近神 遵從神是可以得力的 聖經應成 很多教徒沒有觸實這些應許 只是說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 這樣就沒什麼力 為什麼呢 經常都要祈禱 又要讀聖經 又要回教會 又要侍奉神 我覺得又要又要 這樣就沒什麼動力的 但我們記得我們做 每一件事神都歡喜 並且是神推動我們 賜給我們動力去侍奉神的 我們就會有這個動力 即是我們就會從神得力 就不會說 經常都是 哎呀要做要做 這樣就很慘 有些人結婚之後 怎樣呢 經常都說 哎呀又要做什麼 又要做什麼 這樣就很慘 現在又要煮飯了 煮給老公 煮給兒子 哎呀又要照顧他們 哎呀他有病又要帶他 天天都要要 就很慘 但是當你說 我做什麼 如果你和你的家人關係很好 就不一樣了 我和太太 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彼此相愛 所以我做什麼 我覺得是享受的 我覺得是開心的 我也希望大家 能夠知道 你做任何合乎神心意的事 神都歡喜 並且加力給你 欣賞你 提升你的生命 不是難約登天的 你真心愛神 神就為你預備 你眼睛未曾聽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你祝福弟兄 你就不能不得賞賜 你侍奉神 神就尊重你 我用這個動作 神就當你沙嵩 哇 神尊重耶穌說的 若有人服侍我 我負必尊重他 然後你獻上生命 你就能夠測驗和進入神的善良 順存可喜悦的子 原來神給我們這麼多恩典和力量 耶穌是為我們的信心創始成終的 祂激勵我們 給我們有動力 有能力 有喜樂去遵從神的 其實整個過程 我大約說 我免得這樣去 一邊轉頭看 大家看著我 你未得救神安排 有人向你傳福音 祂聖靈感動你 透過神的懷疑 然後你相信耶穌聖靈 繼續感動你 你發覺信主初期 有些人是更加開心的 但後來因為沒有親近神 所以沒有力量 你繼續親近神 你是會有動力 你會開心的 你會平安喜樂 然後當你依奉神的時候 神就給你恩賜 你越依奉就越有恩賜 就越有能力 越有動力 亦都給你聰明智慧 你越做越大 神就擴展你的領域 並且神會賞賜 有永恆的賞賜 還有為你預備 最美好的計劃和機會 這個就是原來 當你肯聽話 神就一步步提升 但那些人不聽話 是越來越枯乾的 我不知道大家 你留意一下你的生命 你的淑靈生命 是越來越枯乾 因為是越來越提升 當你越來越提升的時候 你是祝福到很多人 我希望大家珍惜 神給你的禮物 神給你的生命 討神喜悦是不難 並且可以愈開心 這也是開心的秘訣 很多人覺得很難開心 因為世上那麼多困難 家庭那麼多困難 工作那麼多困難 情緒那麼多困難 所以不開心 但在耶穌裡 討神喜悦是不難的 我悔改 神就歡喜 我親近神 神就歡喜 神就親近我 並且住在我裡面 祝福我 愛神為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的事 想都想不到的禮物 我遵從神 神就叫我 建立在這個盆石上 永遠蒙紀念 我侍奉神 無論多小的神都紀念 所以我們每一天 讚美神 我們可以說 耶穌現在很歡喜 有些人說你驕傲 聖經說了 西方亞書說 祂因你歡恩喜樂 麥而愛你 此因你喜樂而歡呼 神是很開心的 所以我們可以很開心 侍奉神 侍奉神是喜樂的 是滿足的 當我們幫助人的時候 真是滿足 真是開心的 你越去幫助人 你這裡看到的弟兄姊妹 首先幫助她 亦都關心周圍的人 其實在屋村裡 有個好處 有時候有些人流連 那時候 我和郭少姆一齊侍奉 他經常在街上 認識別人 就帶來找我 他又跟他聊天 跟著來找我 跟他聊天 跟他祈禱 帶他去信耶穌 這就是我們可以做的事 求主幫我們 開開心心 我做任何小事 神都歡喜 這是令我們開心 不是驕傲 而是聖經說了 神說了他開心 為何我們不開心 神恩我們喜樂而歡呼 為何我們做得這麼牛鬥 這麼殘 神想的 神想我們觸實神的應許 我們做任何事奉 做任何一親人神 神祝歡喜 神歡喜 自然我們就開心了 神經其實說到 可以盡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我們不用等到第二天 我們現在也是的 因為聖靈的果子 人愛喜樂 是開心的 不是憂愁的 不是重擔的 所以我們可以開心是夢神 我們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際 不要效法這個世 心意更新而變化 就入神奇妙的禮物 的計劃 這個完美的善良順存 全是完美的 可喜悦的 是神喜歡我們也喜歡 我很感謝神 真的 我一直為我開展領域 我正在祝福很多人 我正在訓練很多的教目領袖 訓練不同的人 其實我都很想 能夠在這裡對你有訓練 神給我這些教導 我很感謝神 我接觸的人 他們的生命就改變 不是因為我 是因為神與我同在 你親近神 神就與你同在 你就有智慧聰明 很簡單 其實我今天說的 都是很簡單 很要明白的 就是我們需要教杖 而神會給我們能力 而我們做任何小事 神都歡喜就會提升 所以我們做任何事 我們都可以開心 那你就更有力量了 耶穌也要說 如果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神就向你沙拉 你做得好 我欣賞你 而且當我們愛祂的時候 他就叫我們成為尊貴 叫我們把我們放在高處 原來我們愛神了這麼好的 神都答應了這些 是神應許的 不是葉穆斯應許 是神答應你 有些人搞錯了 以為這些就是封聖神學 成功神學 不是 這是聖經說了的 說了你遵從神 你就是走著神的路 神就喜悅 神就祝福 就是紀念 這是沒有錯的 這是聖經教導的 我們祝實神的應許 好了 神既然欣賞的時候 和喜悅 我們就可以揭力 不是只有一杯涼水就算了 做多些 幫得一個人就幫得更多 揭力和開心 因為我們做任何的事 這個人改變去到天堂 他會很開心的 祝福他和祝福他家人 他的朋友 我自己能夠侍奉神 神有喜悅 所以可以很開心 神給我這四點 這個動力很簡單 你按著我就可以了 第一 神是掌管一切和充滿愛的 什麼都是神的手中 第二 祂很愛我們每一個 你個個都重要 你和隔壁都說 你是很寶貴的 你是很寶貴 神要用你 神要用你 第三 當我們親近神 遵從神 適奉神 一定蒙福 聖經說了 第四 不聽話 不遵從神 不適奉神 犯罪一定有破壞性 有些人以為我犯了罪 求主赦免就可以 但你罵了家求主赦免 但人際關係都會破裂 你內心都會沒有平安 所以任何不好的東西 就算你在心中生人 都會破壞你熟靈生命 所以任何苦惱都是不好的 這個動力 神掌權 神祝福 神有能力 你想跟神就是跟魔鬼 你信耶穌你是跟神 有很多人信耶穌 但他被魔鬼用 他經常去控訴人 壞人不好 這些是不對的 魔鬼是早夜控訴弟兄 為何要控訴弟兄 經常去俘虜 埋怨 不開心 我們更多感恩 這個動力 一定神喜悅 很簡單的動力 神是掌權 神是愛我們 而我們每一個都寶貴 你一聽話遵從神 神是奉神一定蒙福 不聽話一定有破壞性 一定有破壞性 有些人說 我又要世界 我又要回教堂 不過沒有將生命給神 他以為這樣蒙福 其實是不蒙福的 其實你的心裡有拉扯 你心裡也得不到神的力量 你就覺得回教堂是一種責任 你就覺得很累的 神一定祝福 愛他和遵從他的人 祝福是為了榮耀神的 聖經說得很清楚 你愛他就為你預備 你想也想不到的恩典 先求神的國同意 你這一切加給我們 聽神之道而遵守的人 是有福的 神就叫我們成駕地的高處 這些是神答應的 我們聽神說 神一定大大的祝福 神的恩典 我先早點說過 就是他由創始成終 他一直提升你 他為你預備所有計劃 你什麼都不需要擔心 你只要聽話 你親近他 一定要親近他 不要只是乾做 乾做你會敷乾的 一定償在耶穌裡面 耶穌償在你裡面 你就多結果子 耶穌沒有說 你自己猛地做就得果子 是你償在耶穌裡面 時事親近神 時事都讚美神 有些人說 我不能夠讚美神 因為我生命有很多問題 我家裡有吵架 我又不開心 又失眠 又有健康問題 很多問題是因為我們沒有親近神 如果你親近神的人平安喜樂 你很多事都更加好 你尊重神 你祝福人 你很多事更加好的 親近神 事奉神可以做眼前的祖先 見到人就關心 祝福民喉 探訪一下他 你跟他熟 跟他聊聊天 一起喝茶 喝茶就不是說電視 不是說電影 你都可以說的 不過你又說一下 你覺得那個人怎麼樣 有沒有開心 有沒有得力 身體健康怎麼樣 他說有困難 或者你祈禱怎麼樣 他有困難 那就跟他一起祈禱 幫助他 鼓勵他 首先你自己得力 你自己得力 你上網找耶穌師 有很多教導 怎樣得力的 怎樣侍奉神 有很多方法教你的 你學了 你就用了 我們珍惜和保守一切 因為我們有的一切 我們有的信仰和神的關係 我們有的教會 弟兄姊妹 我們有的聖經 我們有的聖靈 我們有神的感動 我們珍惜 很珍惜這些一切 我有的我不會令他失去 我會盡量保守 保守婚姻 保守侍奉 保守人際關係 這就是神給我的感動 全面性的跟從神 好了 這個最後一章 slide 是說到什麼 小朋友很容易改變人 開心的小朋友 你有沒有發覺 那些開心的小朋友 你和他們一起很開心 那些有反應 因為小朋友很有反應 你買東西給他們吃 很開心就跳一下跳一下 又笑 但大人不會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封閉了感情 很多成年人已經沒有什麼感覺 很多時候是很煩惱的 我們從神改變 得到神的改變 我們就會開心很多 聖經說到 喜樂的心乃良弱 不只是醫你 而是醫別人 醫別人 即是你開心 你見到人開心 那人見到你都會慢慢得意 治 所以我們就追求 我們時時活在開心裏面 對人有多些回應 別人不開心 我們就回應他的不開心 我知道你煩惱 我知道你痛苦 我知道你痛苦 我聽到你 我知道你 我為你 我感受到你的痛苦 我都試過的 耶穌幫我 你想不想 我都分享給你聽 耶穌怎樣幫我 可以分享 耶穌怎樣幫我們 也幫助有些人 耶穌也可以幫你 即是原來我們的生命的開心 和力量 是可以影響人的 不只是 好像嚴肅這樣做基督徒的 是開心的 輕省的 有力量的 這樣做基督徒 我們整個生命都會提升 我希望大家都在神面前說 神啊我需要你的喜樂 我需要你的力量 我需要你陪伴我 需要你和我一起 我生命就會改變 現在我就請兩位姐妹分享 為甚麼請他們分享 就是他們生命本身 都很破碎的本來 但現在 你完全不會用破碎形容他們 好 大家好 大兄姐妹 我叫阿珍 我本身讀書 是二年級 我家庭和我先生 破裂 離婚 我兒子被我先生帶走了 然後我就去澳門賭錢 輸了很多錢 在夜又震傷了腰骨 腰骨很痛 然後我就腰屈 想跳樓自殺 然後我就認識了耶穌 身邊要改變 但是仍然那個腰骨 都是有的 還沒好 然後 認識了 師妹的一個平台 我就去幾道 學習 建立聯盟 去傳福音 關心人 我心裡做 一點點去改變 然後 去燕牧師 教會 我仍然去我的教會 我就開始去 聯繫我的輪寫 有精神病 孤兒寡婦 我就去關心他 神就給我 本年前 有個啟示 《盧教福音》 十四章 二一節 他說 你要開出去 要黑眼的 陳肥的大刀面前 神就帶著我 這樣就關心那些 古兒寡婦 就帶到耶穌面前 帶回我的教會 信了耶穌 帶了很多人 然後看到 我教會那些 有些 姐妹 回了很久 但是那個靈靈 來到軟弱 我又關心他 和神的關係 我教會就看到 我的改變 教會的大兄姊妹 和母者 他就看到 我要帶那麼多人 說耶穌 要去教會關心 要需要的人 但我那個 大大的 形象就加分 感謝主 永遠歸主 我不是 不單止 我去 要牧師那裡 教會 我記輸 就是去我教會 不斷地去感動 去幫助人 我的生命 都是神在那裡 改變我 使用我 我然而擺上我生命 甚至在我生命裡面 一些些去耕生 去醫治 所以說 賭博的時候 真的很難 現在可以站在那裡 這樣見證 很痛 是戒不了 有錢就失落 上去 我不會賭錢 但是我 最後知道自己 不適合的時候 我又跪下來 不斷地求耶穌 耶穌 看你的生 就是這樣幫助你 自動就戒了 感謝主 永遠歸主 哈利路呀 你和宣教說一下 最近 跟牧師大兄姊妹的一個團隊 有段孫 到段孫那裡 跟那些大兄姊妹祈禱 她都感受到平安 喜樂 很舒服 現在都不斷地去 叫我回家 去幫助她 那些聯繫圓育 跟她祈禱 跟她一起祈禱 跟她一起聊天 跟她一起聊天 我想說這些 不是說我做得怎麼樣 就是我想鼓勵大家 大家都很易得的 我敢破碎的生命 神到使用我 我服供她 只要你自己願意 踏出一步 神就在你中間 幫助你 帶領你 尤其你這裡 我覺得哈利路呀 你這個中學 是全部都圍著那些輪舍的 你這裡很多都是 那些屋寸那些住的 輪舍真的很好 全部都對 平時關心她 跟她約下她喝茶 再做那些好朋友 慢慢做這些事 帶回她教會 教會耶穌 就搞定了 我就是這麼簡單 神就在我身邊裡 看到我那個 開武的心 祂就這麼多使用我 我感謝神 讓我移到師母的平台 祂在我身邊不一遊 是的 大兄姐妹 大家都一有天都可以的 一起努力 榮耀歸神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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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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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祝福你 多謝 多謝 大兄姐妹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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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了耶穌二十幾年 我曾經患過嚴重的抑鬱症 但現在 人們看不出來 我長期不開心 睡不著 有大大小小的病痛 還還患過癌症 一個月做三次大手術 我在乙團的教會 加起來都超過於十年 但我的問題解決得很輕明 但我相信 這位耶穌會醫治好我 我就認識了 四年前認識了葉牧師 他參加他的訓練事奉過程 他用的方法 使我很多幫助 他教導我 如何親近神 享受神 和神建立關係 很重要的就是 要處理生命 原來很多人都不懂 什麼叫處理生命 我分享我一個 一件自己親身的經歷 我曾經去工作 同時說我能夠做 我迫自己去工作快 但我身體承受不了 我就開始手震 後來我辭了工 但我的手震 都是繼續 我放鬆不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需要處理 那我就開始從內心裡去找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問題 我要尋找我的根源 才能夠處理得到 那我就在前意識裡邊 一直走 又近到遠地走 找到我童年時候 在我家族裡有個養者 很容易罵人 他經常都罵人 我一聽見他 罵人我就很害怕 他經常在我身邊 會罵這些什麼什麼女 有什麼都不用哭 當時我覺得自己很沒有價值 所以我一聽見他罵人 我就很害怕 害怕到我在心裡 會出現一種錯誤的信念 我覺得他會傷害我 就是一種錯誤的信念 形成了埋藏在前意識裡 所以我長期很容易緊張去焦慮 當我找到這個問題的根源的時候 我就去到神的面前討過 求神摸走我心裡的恐懼 那我又願意去原諒這位長者 當我去練習的時候 在那一刻 整個人輕鬆死 那個手陣是消失得無影無蹤 很感謝神 而耳牧師在神裡 令尚導用恩典去推動 用愛心接納 包容和欣賞 在他裡面 即是用這個方法去教學 我很自信 令我進步得很快 但我希望很能改變 我並且去跟祂寫 那次去到其實都是上了兩堂課 然後我也去跟第一姐妹們討過 看到他們轉變得很快 很經歷神的大難 神去將他們的憂傷釋放出來 將憂傷變為喜樂 即是那種生命 很體現得到神是很愛人 能夠這麼快的生命改變 一般是看不到的 去到那裡 我經歷得到神那種 改變人的生命 那種快和愛 那種快和愛 令我的信心更加大 來去奢復神 那我自己呢 也都 當我自己都好好的 那我會有一種 去肯幫助人那份憐憫人的心腸 以前是沒有的 因為只是人是自私的 只是想自己 那我會關心我身邊有情緒病的人 他們有需要 我會帶到他們去葉牧師那裏 給葉牧師那裏幫助 那也把一些見證放在YouTube那裏 這個平台是很得祝福人的 好感謝神醫治我 將我完全醫治好 使我現在身心靈強俗 不會為人家的說話而不開心 好感謝主 將為眾讚歸給主 Amen 謝謝 多謝他們的分享 多謝耶穌的工作 我都希望大家 真是說神 我願意給你使用 我願意行你的路 神一定祝福 好的 希望大家不要怕自己 在這時候我會帶大家 有回憶的詩歌 大家可以站起來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 大家願不願獻上一切 將你一切獻上給耶穌 就算你獻上的 你的生命有很多問題 但神都可以祝福 我將所有獻給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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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可以轉變神 我要衛於愛著求主 我將所有獻給耶穌 愛著 maximize 我献上所有 我献上所有 言如真爱 宝贵耶稣 我献上所有 我献上所有 言如耶稣 我们生命都归虑 放下世上 所有牵挂 所有冲头 如幼手 我献上所有 我欣赏所有 言于真爱 宝贵耶稣 我欣赏所有 我将所有 言于耶稣 留住心里 奉命我 充满主气 那我列了 跟从主 专业福音 我欣赏所有 我欣赏所有 言于真爱 宝贵耶稣 我欣赏所有 主耶稣帮助我们 真是将最好的献上给你 是永远不会后悔的 帮助我们首先去爱耶稣 耶稣我爱你 请我转一张线 耶稣我爱你 我欣赏所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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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